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公司层面呢就请了一个代理律师 这个律师是李泽林 你同意吗 我一开始当然是不同意的 但是这件事我也说不上话 是Frank和高层直接压下来的 我真的是真的是没有办法 但是光是我可以跟你保证 我跟李泽林除了工作以外 不会有任何联系 而且其实本来我跟他就没什么了 如果我一再这样推脱的话 只会觉得好像我心里有鬼 你还喝可乐吗 你生气了 你认真说话的样子还挺好看的 我刚刚只想多听几句 爱吧你 你这是男人心海底针啊 怕我还紧张得这么久 我才没有那么小气呢 我肚里能撑船 且擅长盲目自信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假的 光夕 你相信我 不好 又骗我是不是 啊 又骗我是不是 你猜 走了别沉气了 我有点后悔 你后悔什么 后悔 当初上大学的时候 不是学的法律专业 我那回要是学法律的话 那这次帮你的就不是他了 那这样的话 你可能就不是现在的许光夕了 你会有不一样的人生 可能 也就遇不到隐医科了 我会有另外的方式遇上隐医科 什么方式啊 下辈子再告诉我 好 来了 别再胡思乱想了 时间也不早了 那要回去休息吧 替你戴个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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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